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 今年8月1号开始 全国累计51名流感并发重症病例 并造成14名死亡 台湾流感高峰期约在12月底到隔年2到3月 但是目前疫情仍然平稳 国内流感的疫情则是处于一个平稳的低点 那根据过去的历史监测资料可以看到 这个高峰期大概在每年12月底到隔年的2到3月 所以预期疫情会逐渐上升 疾管署防范今年秋冬流感疫情扩大 宣布从现在一直到明年3月31号 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适用对象 除了原有对象还包括孕妇经过评估需要及时用药者 伴随危险征兆、重大伤病、免疫不全、过度肥胖等 类流感患者之外 还增加高烧持续48小时的类流感患者 家人、同事、同班同学有类流感发病者 两类可以使用公费抗病毒药物 目前国内储备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 包括瑞勒沙及客流感 瑞勒沙是吸入型、客流感是口服 两者皆用在治疗A型或B型流感 储备量至少提供了230万人 疾管署呼吁有符合以上资格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者 应该尽速接种 继续来说来独秀特别是采访报道